嘉義市公民路與維新路交接處 工地施工時間過早 且持續數個月 引起附近居民不滿 大概在7點 7點 早上7點 至少 他蓋到現在應該 3、4個月以上有啦 對 會影響早上睡眠時間嗎? 會 那你們有透過 波打什麼專線投訴嗎? 有波打那個 市民專線1999 有沒有派人我是不知道啦 只是 還是一樣吵 所以我沒有獲得改善 對對對 記者實地電訪工地負責人及環保署 工作時間 幾乎都是跟上班族一樣 早八晚五 有時候 上班就7點 喂請問一下 日嘉義市環境保護局嗎? 是 有規定說他早上幾點以前不能施工嗎? 有 你是說早上嗎? 7點 根據嘉義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中規定 建築物施工時 一 噪音管制法令有關規定管制噪音 規定如下 1 震動及灰塵散播作業規定於上午7時至下午8時 2 噪音作業則規定為上午7時至下午10時 也就是說 最早施工時間為上午7時 若建商違反法令提早施工 可直接撥打市民專線1999進行申訴 工地施工過早影響睡眠 但因建商合法施工而檢舉無效 居民現在只希望工程能盡快完成 還他們一個安靜的早晨 中正一報記者 陳紅軍 陳中葉 嘉義市報導